文豪不过再来看到的镜头转到台南 因为台南的立委参选人陈唐山 他的竞选总部也在晚上举行了成立大会 包括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还有党内许多立委都出面力挺 就连人民最大党的主席阿嬷许荣淑也都现身相挺 让现场场面相当热闹 立委参选人陈唐山竞选总部 四号晚间正式成立 除了前后两任市长天才和赖清德出席站台 党内立委也现身支持 立委余天更开口和老县长高歌一曲 现场气氛热闹 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同样出面力挺成唐山 而小英主席也亲自到场站台服选 现场更放弃祈福天灯 希望打赢选战 其实蔡英文在小英之友会成立时 就喊出2012民进党一定要胜选 三只小猪旋风持续延烧 热情粉丝跟当场线上大助攻铺满 将气氛炒到最高点 靠着这股气势 民进党也希望明年交出漂亮成绩单 三天新闻南部